另外美梦幻灭的还有这个家庭 在彰化深岗厢 昨天晚上发生了有一辆休旅车 撞到了三姐弟的车祸事故 而且这个车祸事故在第一时间 失去呼吸心跳的十岁还有八岁姐妹俩 在抢救过后 大姐的脑部还是重创的 所以她需要开脑 而妹妹则是血压过低要来插管 而她的弟弟七岁 她的伤势是最轻的 她只有左脚擦伤并没有任何大碍 然后她在清醒之后也告诉大家 她说当时是姐姐拉着他们用跑的 那根据了解 其实这个家庭让人感觉到挺心疼的 因为三姐弟爸爸妈妈离异了 而她的爸爸阴暗服刑 三个人目前是跟阿公还有阿伯住 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好 社会局也很担心庞大的医疗费 让他们没有办法负担 已经成立了一个捐款账户 要来协助这三姐弟 但重点来了 为什么这起意外会发生呢 其实透过这个监视器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休旅车驾驶 他开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后来才去了解 原来这名造试者 他已经高龄74岁 他的酒色值是零 但重点是他是无照上路 透过这个影片你可以发现 他在路口完全没有减速 路边住家的监视器拍到 三姐弟背着书包要走回家 一路有说有笑打打闹闹 途中大姐还停下脚步 等后面的弟弟跟上来 没想到几分钟之后 到了路口过马路时 就被一辆休旅车撞上撞飞 十岁跟八岁的姐妹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紧急被送医抢救 虽然恢复了生命争相 姐姐脑部重创 妹妹血压过低 姐妹昏迷指数都只有三 还在跟死神拔河 路边住户说 第一次看到三姐弟走路回家 还特别询问 没想到离开他视线不久 意外就发生了 说到哽咽 因为心疼又不舍 事发在2月22号晚间6点22分 彰化县深港乡建国路 美港公路三段路口 当时大姐左手牵着妹妹 妹妹在牵着弟弟 三个人手牵手过马路 遭右边车道执行休旅车冲撞 由于弟弟是在最外侧 因此只有腿部擦措伤 左小腿包着纱布 活泼的陈小弟 现在只能躺在床上休养 她说车祸发生前 姐姐看到车子要来了 牵起他们快步跑 三个孩子想冲过路口 但是还是没躲过 车速不慢的休旅车 辖居警方调查 造势的是七十四岁的 小型驾驶 没有酒驾 但是也没有驾照 背状的陈姓三姐弟爸妈离异 爸爸阴暗服刑中 目前跟阿公阿伯同住 没有爸妈在身边 三姐弟懂事贴心 而事发隔天2月23号 刚好是十岁大姐的生日 爸爸特别从狱中寄了生日祝贺信 然而不知道女儿还在生死关头 三姐弟读的是同一所国小 看到姐妹俩的画作 一张是小手牵小手 一张是绑的同样的旧旧 看得出来姐妹俩感情很好 校方说三姐弟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好 是中低收入户 然而三个孩子却都相当的乐观 发生这样的事 老师跟同学们都很难过 纷纷写卡片为姐妹俩积极加油 华时新闻谢中益 与邱军平荣浩北张华报导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